我問他,你是我哪裡教我,不要找朋友啦 他全不好,一看又一看都不回來了 那我全不連絡 沒有啊,全都不連絡啊,都不回來了 總是這個小子,你在顧到那裡嗎? 蛤? 管先生,你明明,一定要派的 為什麼我叫你們派完 讓你們解釋說你們到底現在警方在做什麼嗎? 不要跟他們聞名代說 然後你們後面才在回應 那沒有用嘛 要嘛,我們就是今天在這邊 問題發生啊 那你說你們都不參加記者會幹什麼 這個講不過去吧 你把記者代表動作什麼 我們是要讓你們來做一個先導 希望說真的,大家為了這個社會 為了這些年輕人,大家共同 來為了他們的安全 來做一個好好的選擇 所以說像這件事 我們想要請我們行大這邊 也沒想到什麼做 阿嬤也在這裡 啊,狀況你們也查到 說到泰國,啊,再來啊 就要嫌在這邊嗎? 啊,等真的有事情發生了 國際媒體有登出來的 有發生什麼事情的 你看,現在的一些 國中生、高中生 啊,為了說我要賺一頓錢 朋友說,啊,你的口罩,你的口罩 就可以贏了 結果啦,被抓到是毒品 不要說以黃小弟弟的案件 來呼籲說大家 沒有那個高薪的陷阱這一些 我們要注意 不可以說,人家說錢多少要給你 還是騙你說,外國不好看 不要帶人去 最主要是,別人都 故意說,我們這些新人類 大家不要再受騙了 啊,像你看阿嬤 那些年紀大了 現在開始會打工啊,會賺錢啊 你看我們騙了 三月七十一就出境了 到現在阿嬤一通電話回來 你說阿嬤會怎樣 阿嬤會怎樣 父母又離異 阿嬤全部都擔任 我們看了都傷心 逗騙了 然後我們相關的單位 真的也要呼籲好 不要像阿嬤這個個案一樣 啊,求的就是 孫子被誰帶走的 請他報一個平安 阿嬤就安心 媽呢,不用你賺錢回來給他 他就安心 如果我帶大人 就帶大人去撤車了 撤車回來那時候 那時候有去打工 去那個超級的打工啊 那打工 一台阿嬤會就海區 沒空騎 全部去都圍復 我都沒有站住 我只是在家裡 我只是在家裡 在家裡 我只是在家裡 我只是在家裡 要不要去打工 什麼的餘 也是很高的孫子啊 是啊,就是很高的孫子 我只是在家裡 不喜歡 現在 在家裡 我只是在家裡 睡一會兒 那現在 走去去 走那邊 是 那他總共有什麼東西出門 我去背包裡 有三個 我們都會知道 他怎麼會知道 我就沒有空 就幫他去遮攬 好